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如何准确的摆放我们古针的琴码 以及调准我们的音高 好 我们在第一节课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过 古针有21根琴弦 那么同时也有21个琴码 我们最细的一根琴弦为1号琴弦 就是1弦 我们最粗的琴弦为21号琴弦 也就是21弦 好 那么相应的我们的第一个琴码 也就被称为第一号琴码 最粗的琴弦的琴码被称为21号琴码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以此类推 我们12345678一直到21根琴弦 一直到第21号琴码 都是相对应的 那么在摆放的时候 我们注意几个最重要的位置 几根最重要的琴弦 首先它们是1弦 然后是21弦 好 这两个比较容易记住 其他还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琴弦 分别是谁呢 非常容易记住 就是我们的四根绿色的琴弦 我希望大家能够分辨出 我们四根绿色的琴弦 好 也就是在摆放的时候 我们要将这样的几个位置 固定准确了之后 其他的琴弦 那么就比较简单的做一些相应平均的摆放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介绍过古针的各部位名称 所以请大家记住 这个架起的这个位置被称为古针的前梁 好 那么我们所对照的依据就是这个前梁 第一个琴码与前梁的位置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小尺子测量一下 那么应该是15公分 也就是15厘米 好 这个是相对最佳的一个长度 接下来第二个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根琴弦 也就是21根琴弦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依据的 就不是前梁了 而是和它遥相呼应的后梁 好 同样的位置后梁 后梁距离我们的第21号琴码 差不多是37公分 37厘米 所以请大家用尺子准确测量一下 好 我说了 这两个位置非常重要 这两个基本上固定了 我们琴码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位置 好 接下来四个同样重要的琴弦 就是四根绿色的琴弦 我们先来看第一根 请大家记住第一节课带着大家认了一下弦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中间任意一根琴弦 猜测它的这个弦号的时候 我不希望大家还要从头一根一根一根数到这根琴弦 而是用绿色的琴弦作为推算的依据 它们分别是什么呢 三弦 八弦 十三弦 和十八弦 那么也就是说 当老师在讲课当中提到这根琴弦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知道了 它是十四弦 因为挨着它的这根绿色琴弦是十三弦 所以有时候当老师提到这根琴弦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知道 它是二十弦 因为我们是用绿色的琴弦进行推算的 所以请大家记住 绿色的琴弦最细的是三弦 其次是八弦 再其次是十三弦 再其次是十八弦 好 那这次根琴弦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三弦的琴弦和前两的间距 应该是二十一厘米 二十一公分 接下来八弦的琴弦 与前两的距离 应该是三十三厘米 三十三公分 好 再接下来十三弦 和前两的距离 差不多是四十九公分 四十九厘米 好 最后是十八弦的琴弦 与后两的距离 好 差不多是五十二厘米 当然这个 也不是说要做到绝对的精确 这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大致的距离 如果能够按照这个距离摆放的话 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最佳音色 特别是初学者 完全对音色没有概念 所以琴码的摆放如果差距很大的话 我们的琴呢就不能发出最佳的音色 好 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距离 其实大家记住就是六个点 一弦 二十一弦 好 剩下就是四根绿色的琴弦 把这几个弦定位定好了之后 剩下的琴码大家会发现 我这个摆放起来非常整齐 相对来说它的间距不会差距太大 但是会发现总体来说呢 我们的高音区呢 琴弦越细呢 间距呢相对就小一些 琴弦越粗呢 我们的琴码的间距呢 就略微会变得大一些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规律 总体来说 避免琴码摆放完之后呢 歪歪斜斜 甚至呢 有的琴码和琴码之间 这样子挤在一起 这种情况呢 已经不仅仅是不美观的问题了 而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音跑弦了 不准了 最后你连微调的余地都没有了 因为你两根琴码 两个琴码死死地挨在一起 所以这种情况是在调音的时候 要极力避免的 好 那为了得出最佳的音色 又能够呈现一个最整齐美观的一个外形 所以最好的摆放方式 就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较为平均的摆放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琴码的一个准确摆放